Hello 大家好 现在是星期天的早上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约了一个瑜伽课 其实我有差不多四年的时间都没有做瑜伽了 就是因为生态灾疫情 反正各种原因 我也还是非常想念瑜伽课的 然后今天就约了一个 我现在就要去瑜伽课了 我上完了我的第一节课 我简直感觉太累了 我现在浑身都在发抖 我跟你们说 简直是太累了 我刚才走出来的每一步 我的双腿都在颤抖 就真的好久没有运动 一下子又感觉这个运动量 有点大 好了 我现在要回家了 然后我朋友和我一起来的 他也觉得 就是做得很开心 整个环境都非常的好 我也请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他还有给那种产后妈妈修复的课程 包括你要想要你的肌肉的耐力 身体的线条 都可以尝试一下 回家 妈妈妈的尾巾新的还没用过 然后马上呢就是要中秋节了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就出来 然后正好老公呢请他们员工一起吃饭 我们就找了一个baby sitter帮我们看孩子 然后就我们两个人出来吃饭 我现在还蛮期待的 因为没有好好的两个人出来吃饭过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今天今天出来吃饭都是家人计餐 因为大家已经憋了很久了 然后今天我们进来了 没有想到餐厅人聚多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天的早上 我要准备去健身了 现在是早上快九点了 我们家的男人没有一个起床的 三个人都在睡觉 但是勤劳的我呢就要去健身了 昨天晚上我们吃饭就吃得太高兴了 大家都聊得非常的好 然后回到家又特别累了 我就早早的睡觉了 因为今天我还要养足精神去健身 今天我要去做一个是 他把芭蕾和普拉提相结合的一个运动吧 可以让你的体态变得好一点 然后呢我还是约了我的朋友 我觉得在健身路上你有一个人跟你作伴的话 真的你会比较容易坚持 现在我就要出发了 我今天课上完了 头发全都乱了 最小的一个紧的那个东西 是今天这个课也是很累 但它是那种有氧无氧结合的 然后整个做的头发全乱了 太累了 拜拜 看我头发全部都掉下来了 刚刚真的是跳得很激烈 觉得那个老师简直就是太充满活力了 那个老师就像那种 我们看过那种视频里面跳仓的课的那种老师就是 You can do it I believe you 5 minutes more 5 seconds more 就是那种 行 现在我要回家了 真的是每周出来锻炼一次 我觉得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流汗的感觉 整个人都打开了 鸡肉都打开了那种感觉 太好了 回家 这是我的健身后的健身餐 我煮了虾肉云吞 还有两个鸡蛋 然后再放了一些青菜 看上去还挺多的 但是我真的好饿 我非常推荐 It's ok 这个鲜虾云吞呢 叫那个风师傅鲜虾大虾云吞 非常非常好吃 我推荐你们一定要去买 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鲜虾 这是我的34岁生日 没有想到我也已经34岁了 今年的生日过得非常的简单 没有特别的庆祝 只有一个蛋糕和家人的陪伴 但是我的心里却是非常满足的 现在的我越来越能够体会到 简单生活的幸福感 愿看我视频的姐妹们 也可以幸福快乐每一天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视频 那我们下一支视频见吧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